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刚好在上研究生 希望参加一些国际上重大的赛事 那么人在英国很自然地就想要申请参加粒子比赛 这个也是我从小就十分向往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大赛 当时我记得有十分庞大且重量级的评委会 其中包括一些已经去世了的中世纪教育家 比如Bashkilov Kamelin Fanny Waterman 一些现在年纪已经比较大的 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评委 当年也参加了评审工作 比如像Dominic Manley教授 Thomas Vasary 还有Presla 我那一届还是遵循传统在利兹大厅里 谈独奏的伦次 我记得评委们坐在了第一排和第二排 离舞台非常近 一些评委跟随音乐的呼吸声 翻谱子 写东西的声音 我都能在台上听得一清二楚 这其实让选手很紧张 应该是我记忆中最紧张的一次比赛 我还记得我的第二轮读作会 是在晚上9点40左右才谈的 当时谈了普罗克菲夫第四奏命群 吴满车的碧眼2 还有全套12首小邦OPR15练习群 当天的发挥让人比较满意 后来在音乐厅的时候 碰到了评委们 其中Presla大师和Basley大师 都向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当时内心觉得 也许我可以进入到半决赛的轮次了 后来还有一件事情很难忘 就是整个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 在宴会上 我向Mahle教授和Bashkiruf教授 请教我演奏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在没有笔记本的情况下 非常仔细地告诉了我 从第一轮到半决赛 乃至决赛协作曲里面的一些细节问题 除了让我受益匪浅以外 这种记忆力和专注力 都给我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利兹历年来都能请到 这种非常博学 记忆精湛 洞察力深刻的音乐家来当评委 这也是这个比赛 为什么能够 源源不断 长颂不衰的 输送优秀钢琴家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